各位朋友,我現在人在大龍街上面 現在是4點37分,今天我比較晚出門一點 今天天氣非常的好 行功萬里,但天氣又不值得這樣 今天晚上應該會很好跑 我是已經上線了 那我今天其實就是拿到這個低階燙腳 我就馬上下線回家 不會多跑 那今天既然是要完成燙獎的部分 那我一定是挑單,挑這個距離近 距離近的這個價格呢 大概也就是卡那樣子 基本價 那反正我的目的是為了要拿到燙獎 所以我就也沒關係啦 這樣子 好,那麼現在就慢慢的前往這個老地方 就等我的開市單啊 好的各位朋友,我現在人在寧夏路 寧夏夜市在旁邊這樣 我剛剛送一單到這邊之後 斷單了 目前呢6點,我只跑了6趟 不過正確來講,其實我一次4點半開始跑 4點半到6點,一個半小時 一個半小時跑6趟 勉強算可以啦 不過我覺得進度有點慢 因為我還差12趟,我才能回家 希望今天晚上不要跑太晚 12趟,讓我趕快結束 好啦,我剛剛去買這個杏仁茶 我要喝我的杏仁茶 各位朋友,我才剛把我杏仁茶開口打開 還沒喝,單就來了 這一單,金站台北先喝到 我第一次接到這一間 哇,好特別喔 兩公里多啦 不過沒關係啦 衝燙式 好了各位喔 我呢 現在呢,要去送我手上最後一單 沒錯 也就是我即將拿到燙牆的最後一單 那 我剛剛已經鋸掉了三單 系統一直丟單給我 無縫無縫 真的是 不過我真的不能跑超過 我剛剛超想接的 剛剛那三單 超想接的 不過我還是忍耐了 就把它按掉了 所以 待會我就送完手上這單之後呢 我就趕快下線 不要跑超過 跑超過下禮拜就完蛋 好,那各位朋友 我現在在螺絲幅路上面 我現在要回40 我已經下線了 我已經下線了 然後今天呢 跑18趟 現在是8點17分 跑了18趟 然後燙牆也拿到了 今天我的任務完成 任務完成 二話不說就要下線 不能夠再跟他胡搞瞎搞 要不然再一直手癢 講錯,一直腳癢 又給他跑超過 就完蛋了 下禮拜我又要開始追燙牆 嘿嘿嘿 我決定這個50趟 假日飆這50趟 就給他好好的維持住 絕對不要讓他再上升了 就這樣 跑得輕鬆嘛對不對 好啦,那廢話不多說 明天繼續